我最早開始接觸Celine Dion的音樂 我在做樂團的時候 1995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買了錄音帶 因為我們要練他的歌 Because You Love Me 然後那個歌就是 我覺得因為他的轉音很難 當然那不是我唱的 是我們剛好樂團有個女主唱 她要唱這個歌 然後所以印象深刻 從1995年對她的聲音 然後一直到2018年 真的第一次可以聽到她的演唱 我真的非常興奮 然後另外呢 我唯一第一部看的 國外的電影 鐵達你好 有人幫我唸那個劇情 然後呢 當那個My Heart Will Go On的音樂響起的時候 你就會想起那個畫面 這個歌也是讓我印象深刻 所以我覺得很多歌在我的印象當中非常 就是對對這個聖靈的歌 然後另外一首是那個 All By Myself 然後那個歌也是非常 就是對人生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Vegas表演的時候 有聽說就是 聖靈都在Vegas都有駐點的演出 但是我們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就沒有時間可以去看 所以就是很可惜又錯過 都會錯過 然後所以呢 這一次 這麼樣的這個經典 來台灣 我想我這一輩子呢 可以這樣子 這麼近距離的聽她的演唱 真的是非常的好 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突然間要叫我唱歌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恩 真的